各位小新超人plus还有realtalk所有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在这个晚上的时刻呢 又是一个礼拜一的开始 你知道这一周呢 立法院又是重中之重 因为礼拜五要处理是国会扩权国权 或者是国会执权修法的一个复议案 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多个公民团体 在今天已经宣布整个清鸟行动要重返立法院 因为从后天星期三开始连续三天 今天的公民团体所召开的记者会当中 他们呼吁什么 呼吁公民呢 依照这个身份证的字号的尾数 来立法院外来排班 参加警告国民党拒绝民主倒退的公民论坛 他们预估呢 每天将会超过一万人来参与这次立法院 因为朝野决定在19号20号 要召开的是全院委员会 特别邀请到在立法院当中邀请行政院长 卓榮泰列席来说明复议案 而在礼拜五 21号当中记民投票表决的复议案 包括我说 公民阵线还有经济民主联合 等多个公民团体 他们认为清鸟行动 毫无疑问必须重返立法院 而从19号礼拜三开始到21号 我相信那么在同样 在台北市济南路所举办这个拒绝民主倒退的公民论坛当中 会有非常多人参与 而对于小军超人Plus Real Talk来讲 我们同步会在多个现场进行直播 这一次的主舞台是在台北市的济南路 而比较特别的是 比较特别的是 三四五 在主舞台在济南路之外呢 他们认为民众可能慢慢会延伸到本来的主舞台在青岛东路 但是很不一样是在星期五星期五 国民党也动员到了青岛东路 等于说那个地方在青岛东路的天桥的两方 一方有公民团体从济南路可能溢出来的人口到青岛东路 而青岛东路呢 也有国民党动员的民众要跟蓝鸟来所谓的青鸟 蓝鸟对上青鸟 那现在国民党已经有预告蓝鸟动员的人数不会输给青鸟 但是我看到以台湾来讲 公民阵线的职委赖中强认为 相对于在五月份青鸟的动员 他们现在呢 他们现在这次青鸟行动是邀请上班族白天轮流请假 到立法院排班的捍卫民主 好白天是上班族 白天可不可以轮流请假 大家来排班捍卫民主 当然这次动员跟上次不太一样 第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在暑假已经放假的一个学生呢 你们白天当然欢迎到青鸟东来参加这个民主台湾夏季学校 包括了一些自营作业者或是小老板们可以轮流修店一天前往立法院的捍卫民主 也希望大家白天前往进南路来参加这个拒绝民主倒退的公民论坛的一个活动 当然一方面在浩州所有人下班下课立法院集结到立法院参加晚会 这个晚会希望集结更多人的共同来参与 赖宗强在这一次面对在立法院礼拜三即将要登场的一个青鸟行动 他认为参加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支持民主运动的黄店 我们呢号召全国的自营作业者跟小店家根据这个身份证的轮流来排班 在三天中休店一天到立法院参与这一场捍卫民主的行动 那身份证尾数呢1234的自营作业者呢请在6月19号礼拜三的白天前来 那身份证尾数呢五六七的自营作业者好这些小店家五六七的自营作业者 也请6月20号在星期四的白天前来 这位身份证的尾数是890的自营作业者也欢迎在6月21号白天前来 好我们看到立法院对于小君川普拉斯来讲我们从星期三会全程进行转播 一直到星期五这是关键性时刻 立法院这个态势呢国民党民进党包括了民众党 国民党拥有52席加上8席的民众党而民进党拥有51席 对于民进党立面党团的总招柯建民今天他认为民众党 目前为止你不敢下乡去宣讲来面对选民 因为你们道道地地已经变成一个覆水组织 所以呢柯建民呢今天向民众党等于发出的是最后的通牒 为什么呢他认为国民党民众党合作之后呢 其实民众党已俨然变成了小蓝 概括承受了就是花联网国民党立面党团总招傅 傅宽奇的所有所有的言行你们概括承受包括了傅宽奇受中国的指示 受中国的统战联合卖台民众党都必须要概括承受 所以柯建民批评民众党党党主席柯建民 你窃取了台湾民主先贤 蒋渭水的党民却是道行逆施 呼吁让民众党内的民主萌生发芽成长重生 他呼吁柯文哲你让民众党的党员可不可以在党内民主萌生发芽成长重生 也就是说让民众党党员可不可以放他们自由 而关键真的就是在礼拜五立法院在礼拜五 因为针对行政院所提出的国会扩权的复议案进行表决 这个复议案在星期五进行表决当然非常关键 柯建民认为不知道如何解释蓝白共体的毁线乱政 无限扩权的假改革这个内容的恐怖超乎所想象 而身为民众党的党主席的柯建民 还有民众党立面党团的总召柯建民 你们看到不管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下乡来宣讲 这个时候却看到的是民众党完全不敢面对选民 小草还有多少没把握面对白粉昌粉时 既然都已经是富随组织的小蓝如何自圆其说 柯建民认为当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作之后呢 民众党已经变成小蓝了而在傅昆琦的眼中 其实当黄国昌变成富随组织的傅小弟 在傅昆琦的眼中你只是表决的一只手而已 完全概括承受了花莲网所有的言行 跟他背后接受中国的指示跟统战 民众党在国会当中以选民的角度 你毫无自主性而总招是姓富不再姓黄 这不是联合卖台什么才是联合卖台 所以今天柯建民认为柯文者你在哪里呢 复归可批随吗 而在民进党很多立委的想法 黄国昌一路配合立法院长韩国瑜 花联网没收了委员会 包括朝野协商包括议长排队摸头 占领主席台举手表决等等 不让民进党发言违反直选行使法 包括程序正义这是35年来空前所没有的现象 35年来警戒 而现在的无限的扩权包括滥权的反改革 一路盖牌强压过去看起来很威风 但是只是在议场当中直播展现你的脸庞 其实其实你是在议场帮中国搜正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确大家在期待 以柯建民身为民进党立委党团总招 他当然认为此时此刻的民众党 包括身为党主席柯文哲 你应该想一想即使长介石在世时 老立委的时代老立委时代也不敢如此的公然卖台 而柯建民当然细处在国民党跟民众党 你们在这一个过程里头 无限的扩权滥权没收国会没收 宪法没收民主的过程里头 让整个国会香港化 而国会香港化 台湾也面临到香港化的危机 因为这一切呢配合了花联网 接受了中共全国的政协主席王沪林密会 交办在台湾配合统战联合卖台 这是青鸟起飞民意反扑的关键事所在 而柯文哲你对不起蒋渭水 柯建民认为蒋渭水百年前所成立台湾民众党 畅演的是什么呢 当时蒋渭水在百年前所成立的台湾民众党 他要的是言论自由 他要是台湾第一 他要是台湾优先追求民主 而现在呢身为民众党 身为柯文哲你窃取了他的党名 却是倒行逆施 但是在花联网领导之下 蓝白合作出卖台湾 你如何对台湾的人民交代呢 好这是对于柯文哲跟黄国昌 最后的一个通牒 呼吁他回头是爱不要再 欲无伦似胡说八道 小草真的会买单吗 好难道民众党跟柯文哲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难道成为小蓝是你们存在的价值吗 那就干脆直接并入国民党不就好了 不要再妖言惑众了不要再破坏价值 不要再欺骗善良的台湾百姓 这才是台湾人民之福 好这是一个立法院的最新的态势 因为如果当柯文哲和黄国昌 走入了不可逆的政治终点 要不要提早下课 让民众党的党内民主 可以因此可以成长可以重申 我们也知道在礼拜五 对于所有官人朋友 小军超文plus 我们同样要全程转播同时 因为行政委提出的国会改革法的复议案当中 要在礼拜五再次进行表决 国民党这一次也号召动员 传出呢 已经商请区域立法院动员支持者 在复议案表决 当天也就在21号的星期五 要让群众面对群众 今天包括了国民党立法委员都说了 已经有很多人自发信要前来 他们有把握在礼拜五 当天的人数一定可以把青岛东路给挤满 当然我们也知道我刚刚说 多个公民团体今天已经也同步举行记者会 轻鸟行动重返立法院 你可以想见 在基南路的这方 有轻鸟行动重返立法院 而在青岛东路这个地方 也有国民党进行动员 而且国民党宣称的是群众面对群众 对于公民团体来讲 他们现在依照身份证的字号 包括了自营者 这些小店家可不可以在三天当中 至少有一天 你们是请假的 他们预估每一天将会有1万人来共同参与 好这是立法院在未来可面临的状况 接下来小君姐跟你分享几则特别重要的新闻 一个中国男子前阵子我曾经为你分析 那么这名男子的驾船偷渡这个案子呢 台北市令定解署今天提讯向法院 申请他积押禁件 姓阮 中国籍的这阮性男子 他是在6月9号 驾了一艘船偷渡来到台湾 市令定解署今天提讯的这名男子道案 当然一方面要厘清来台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检察官在询问之后认定他涉及 等于说你出入出国包括移民法的一个罪嫌 等于是说你涉及是泛入出国跟移民法的相关的罪嫌 有勾穿逃亡之余 所以申请他羁押禁件 那么这名男子呢 他疑似因为网路沿路的问题 在9号他驾船直冲淡水河 声称要投诚 遭到海巡署逮捕送案之后呢 这是今年来第二起陆克的偷渡案呢 所以海巡署人员在初步征讯之后 将男子移送市令地检署来复训 于是市令地检署在复训之后呢 考量这名男子没有经过许可进入到台湾 违反到台湾与中国人民关系条例 而呢他又涉嫌入出国包括移民法第74条 那么第一项的后段罪嫌 于是将他交由移民署依法来收容 后续呢整个案子由国安的专案小组的检察官 林博文呢深入调查 那么检察官林博文呢 为了厘清这个事件包括来台的动机呢 在今天的确提讯他到案的说明 那么认定之后呢 讯问之后认定他 其实违反移民法的罪嫌重大 所以将他收押禁件 认为收押禁件是有必要的 预定当庭呢逮捕 并且向市令地检署申请收押禁件 等这个市令地检署召开 积压庭之后 会做进一步的裁定 另外在今天外交国防委员会当中 我们看到了国防部长的顾立雄 他特别提到台湾从不求战 战略就是以守势作战 从承贺阻为原则 外界其实这个时候非常关注的是 那么与前总统蔡英文的 防卫固守从层嚇阻的战略构想 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国防部处的 在早上外交国防委员会 由部长顾立雄做说明之外 到了国防部下午的时候呢 国防部也强调 国军的军事战略构想 没有任何的改变 就像今天顾立雄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答询时所提到的 中共不断的军事扩张 不断在台海的周边 试图透过各种威胁跟军事洗澡改变现状 才是整个区域麻烦制造者 而且台湾从来没有求战 非常清楚整个战略就是首饰作战 从城嚇阻为主要的原则 另外根据在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一个报告当中 告诉我们更进一步的一个资料 前总统陈水扁时期的国防战略 是有效嚇阻防卫固守 而前总统马英九是防卫固守有效嚇阻 至于来到前总统蔡英文 他是防卫固守从城嚇阻 所以顾立雄部长呢今天特别提到首饰作战 从城嚇阻 那外界关注是不是 这是赖清德总统的国防战略 的确没有任何的改变 另外呢我们还跟观众朋友分享 其实外媒在揭发一个英国大学 AI知识与资源遭到中国企业 用于发展智慧军事基地的消息 这是英国的卫报 英国卫报在16号独家披露这个消息 他说具有中国国营企业背景的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JARI 这是有中国国营企业背景的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他想要做什么呢 他想要藉由跟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学术合作 取得人工智慧AI技术 用于研发智慧军事基地 就是用在所谓smart military base 不过这个校方在跟英国政府讨论之后 已经终止的这一项合作计划已经stop了 因为有英国国会议员就认为 英国大学已经被中国所利用而不自知 这是像是戴岁羔羊一样 所以英国的卫报报导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所属的重点科研所之一 那他的名字又叫做杰瑞科技集团 过去我曾经跟观众分析过 这是中国研发无人战机的领航者 而江苏自动化研究所在2019年跟伦敦的帝国学院 当他签署300万英镑的合作协议 双方在伦敦帝国学院的数据科学研究所 成立一个未来数位海洋创新中心 这是有人工智慧专家郭益可担任主任 而郭益可2014年他创立并且担任 这个伦敦帝国学院的数据科学研究所的所长 2022年他在末期的时候 2022年年中他离开这个学校出任的 香港科技大学的首席副校长 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盘点他整个合作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他这个数位海洋创新中心做什么呢 他是发展比如说海事预测像电脑视觉 还有智慧型制造等民用应用技术为目标 可是双方面在正式合作之前的往来的信件当中看得出来 中国事实上真正在考虑的是研发军事用途的一个技术 好这是一个最新发展 另外呢我们当然除了一方面来关系的话 有人对黄国昌提出了所谓的辩论的挑战 黄国昌邀请国民党跟民众呢为什么不敢来辩论呢 对于柯建民来讲真正辩论的舞台应该在立法院 你为什么不敢辩论呢 可是很有意思的民众党的中央委员的张凯军 他率团参加中国对台的统战平台海峡论坛 他提到了民众党坚持两岸一家亲 那么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呢王婉玉迟疑 民众党的立法委员黄国昌过去曾经反对两岸一家亲 那么现在是否改变态度呢 黄国昌今天回应了他说内部逻辑太错乱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 那王婉玉身为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他批评主权议题逃避不仅是可耻 而且是很没有用的 黄国昌你到底在怕什么呢 你敢不敢辩论呢 另外呢波特王这是YouTuber网红 他这两天爆料中共砸钱放在文化统战 而巴炯也提到了他加码提到了 即使中国大辣辣邀请台湾的艺人 包括网红的合约就这样子曝光了 我们也知道巴炯在这些频道里头不断去关心到 他是一个反共的YouTuber 他在他最新的影片当中更是很明白的告诉大家 我拿到中国统战艺人网红原版的合约了 根据巴炯的一个内容 中共藉由这个北京的磁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名义 向台湾的艺人跟网红发出两份合作公告跟合约书 这个文件当中透露了目的是什么 如何统战台湾 所以巴炯很不客气的说他收到这个合约的一个版本呢 跟这个合约公开的版本几乎是一模一样 好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砸多少钱 我今天在一个公开场合当中 跟观众朋友分享跟一个外媒 这个外媒呢他决定在台湾要住店 那为什么他决定在台湾住年 这家外媒我现在不透露他的原因 也许小针超文plus跟这一家来自于美国的外媒 我们进一步的合作 他的想法跟我想法是十分的雷同的 他都意识到台湾现在面临到非常关键性的时刻 而台湾许多的观点必须要输出到全世界 因为台湾的现状必须要让全世界更了解 更重要的是台湾应该透过跟媒体之间的强势合作 让台湾更多的民众了解 此时此刻台湾的处境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 当局者迷但是旁观者清 现在决定常住在台湾非常多的媒体 反而可以意识到台湾的处境 慢慢走向了香港 国会香港化台湾也香港化 而中国渗透到台湾 我刚刚特别提到文化还有政治 包括到地方几乎全面性的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要让更多人知道台湾面临的处境 这些小军超温Plus甚至小军姐在这个频道当中 不管经营再怎么辛苦 我们都必须要扩大它的影响力 因为这是当前台湾最重要的事情 而在最后我跟你分享一个在今天在澳洲的最新画面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的李强 今天跟澳洲总理呢 艾班尼斯会晤 人权团体呢齐聚在哪里呢 在澳洲的国会大楼前 他们集体抗议中共对西藏 对新疆 对香港 与法轮功的人权破坏 这些人的抗议的目的是希望澳洲政府 你必须坚守民主价值 不能够为了短期的商业利益放弃核心价值 这是李强在昨天傍晚抵达了坎贝拉 他的车队所到之处包下他的饭店都抗议 包括有欢迎的民众聚集 他今天抵达坎贝拉的国会大楼呢 跟这个艾班尼斯会晤时 澳方是以礼炮21奖来迎接 数百个抗议的民众跟欢迎的民众 全面聚集在这个国会大楼前的草坪 澳洲派出大批大批的警力来戒备 组成了人墙 将抗议跟这个欢迎的民众来隔开 当然呢 试图要让不要有任何的状况发生 因为试图要阻止另外一个民众冲到另一方 虽然两方人马有几次碰撞之后呢 并且也是以麦克风来对骂 但是抗议的群众包括有西藏人 有维吾尔族 有港人 有法轮功 有诉求中国民主的相关的人权团体 他们从雪梨 从墨尔本 从康培拉 不同的城市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城市 但是目的都是要抗议中共 对西藏 对新疆 对港人的人权破坏 好今天小君姐在6月17号 在星期一的晚上8点钟 就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时事在变动 台湾的核心价值 不应该有任何被挑战的可能性 但是关键性 守候让台湾维持现状 让台湾可以 长保我们的自由 是你我都所关心的 谢谢锁定小君 谢谢所有在线上的观众片 我们再会了 做个文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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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